欢迎时间 上一集我们欣赏了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美丽岛 保存在巴黎的罗丹博物馆 那这一集我们来欣赏两件罗丹的雕塑作品 我是在马蒙丹莫奈美术馆看到的 从这样的介绍也可以看出呢 莫奈和罗丹在艺术上互相钦佩 同时也是极为密切的朋友 那这一尊作品叫做《拥抱的女祭司》 创作于1896年以前 奥古斯特·罗丹·奥古斯特·霍旦 他在很大程度上以文理和造型表现他的作品 倾注了巨大的心理影响力 他被认为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 最伟大的现实主义雕塑艺术家 这一尊作品叫做《公流·朱毕特》 创作于大约1886年 罗丹在欧洲雕塑史上的地位 正如诗人丹丁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 是不可或缺的 那下一集我们会去到巴黎卢浮宫 婚礼时间 法国 巴黎